一结束马上就要来进行我们高知识密度 这个免费的编曲讲座 我看有一些那个老面孔 有些同学大概有听过这个相关的内容 但我有稍微改一下 如果有些地方可以当作复习 有些地方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这个编曲这个基本知识 都是我每次上编曲分析课的第一堂课会讲的 或是在这个师大编曲实作课里面第一堂课会讲 那主要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编曲这个技术的演进 然后他可以他用什么工具跟方法 然后还有什么可能性 然后分析一下多种不同的这个元素构成的编曲会长什么样子 好这个前提是这样 那我们就马上渐渐开始顺便让那个稍微比较慢的同学慢慢进来 好那这个我们就直接来先讲说 呃大家觉得音乐跟噪音的差别是什么 音乐跟噪音的差别 这个就看看就是大家心里有什么想法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隔壁邻居施工 咚咚咚咚咚咚 我们会觉得超级吵 然后为什么突然间有那个 就是改装车 你会觉得 对不对 为什么会是觉得还是噪音 但是有些时候 诶明明现在流行歌现在的编曲流行编曲里面 常常也有那种类似噪音的声音呢 那我们等一下可能就可以找到这个相关的例子来听 那到底噪音跟音乐 它最大的这个差别 就是它核心意义上的不同是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频率吗 频率是其中一个哦 是其中一个 但是频率的高低 可能 我之前都会讲一个答案叫做秩序 就是差别在于秩序 就是这个声音有秩序之后 它就成为音乐 时间轴上的秩序 就是节奏 就是在一个 一个没有任何定义的时间 当你有了第一个声音 然后又有下一个声音 又有下一个声音 它就开始有速度了 对不对 有速度里面 你在这个固定的速度中间 加上轻音重音 你再切割这个声音 而且是让人可以预期 它这个声音 即将到来的声音 它就产生了律动 这个会在明天的课会更详细的讲 Groove怎么做 然后我们会讲各种Groove的制造的方式 然后跟一些范例 那我们今天就不先讲 我是说在时间轴上的秩序 就是速度与节奏 能带起这个 对就是规律 秩序 Order Order 就是那个英国法官会敲凿 Order OK 的那个秩序 这个字 但我最近又有更新的体悟 就是觉得可以再把它详细一点 就是这个声音如果没有目的性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意义或是目的性的时候 它就有很高的机会成为噪音一般的存在 但是如果当这个声音 它在这个背景情况下 它有它的意义性的时候 它就会成为音乐的一部分 所以就算是两个充满秩序的音乐 它两个加在一起 它也变成噪音 因为它两个是不相容的 它并没有服务彼此的目的性 那所以呢 在频率上的这个 频率上的秩序 就是旋律 像我们之前EQ课的同学 应该就还记得 就是频率跟音高 其实就是一体两面 比方说我弹一个Do 然后它的这个 Do 它的这个fundamental在这里 然后就产生了这个音 所以这个是Re 然后这是它的八度的第一个反应 开始反应上去 就是频率上面的秩序 就是旋律以及和弦 和弦是比方说Do Mi So 这三个频率 震出一个你想象成结界好了 然后于是只要任何跟Do Mi So相关的震动都会合于 都会融入于这一个和弦 所以 So So 它都会合 它都会合于这个和弦 是因为你制造了一个 三个 三个特定频率的 共振 它有独立震动 也有共振 它就是和弦的科学化的说法 然后你的 当你的旋律的结构 有和进去 这个就会和 这个有和弦内音就会合进去这个和弦 这其实是创作最根本 你要学会的原理 就是 创作有一个根本 就是你要找出和弦跟旋律的关系 其实就是这个最 基本根本的事实 就是 这一坨共振 然后你要有单个共振 可以跟它和弦进去 你看 如果发 发这一根 发这一根 这一根 就没有在这一坨里面 而且甚至是有点 它凹下去的 对不对 所以当我弹发 它就会鹤立居情 鹤立鸡群 这是难念 它就会不和 这就是振动上的秩序 OK吗 单一个振动 加上它的泛音 叫做旋律 然后它的这个振动上的变化 快慢的变化 让我们觉得有旋律 那一坨声音的 就叫做和弦 那这个就是简而言之 我们要控制 时间轴上的秩序 我们用什么声音 我们怎么把 这些声音切开 把这个时间切开 就是律动 OK 就是tempo 那我们用震动上的 频率上的 这个秩序 就产生了和弦跟旋律 于是我们都拿这些东西 当做工具 去服务我们的音乐 这个东西就把所有的噪音 因为噪音也都是声音跟翻音 就变成音乐 就是慢慢的 当它越来越有秩序 越来越有规划 越来越有目的性的时候 噪音就会变成音乐 就是这是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一切都是有没有秩序跟安排 这个想法可以用在很多 如果是人生导师型的这个老师就会说 你的人生如果有了目的性之后 就会从噪音变成音乐 所以你要找到你的目的 这个 但我们今天不用这种 有点传教感觉的 这种鸡汤式的教学 那我们就回到技术本身 看一下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好的 谢谢同学的补充 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音乐跟噪音的差别 我们要掌握就是他的秩序跟他的目的性 那我们有时候可以相反的问说 我今天手上有这个声音 他可以做出什么功能 他可以在什么地方做出怎么样的功能 服务怎么样的声音 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可以 好 那我们要往下咯 那大家觉得什么是编曲呢 觉得什么是编曲 觉得什么是编曲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现实世界中 我们知道什么是写曲 就是写旋律嘛 这是一个即兴的小旋律 献给大家 这个就是创作旋律 这个是单音上的东西 然后我们知道作词 就是把文字有规律的写出来 符合这个旋律就是作词 那我们知道什么是编曲吗 那我想大家心中都有答案 然后都有不同的答案 服务配器的安排 太好了 太棒了 针对这个元素创造一个声音画面 对对对对 这个想必是有看过这个编曲营 就是我今年因为疫情没有办 前几年就是办了编曲营 然后我都会问每个老师说 你觉得编曲是什么 然后就会 就会有的 有的老师回答 每个老师切入的角度都不一样 很有趣 然后有的老师就说 我觉得编曲是我通往财富自由的路 有个老师是讲类似的答案 就是有的老师就说 编曲就是旋律跟这个作词 它本身就是一个 比方说 男女主角跟对白好了 那我要完整整个故事的情节的推动 完整整个故事 那就是比较浪漫的答案 然后也有这个 也有比较哲学感的答案 就是我创造一个结界 然后把这个旋律放进去 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然后把旋律放进去 这个非常不错 然后我看看是不是有新的答案 怎么好奇的财务自由 事实上是就没有财务自由 现在做什么都很难 没有办法财务自由 除非你是包助攻 那我们就不提这个 不提这个 就每个老师都有他的想法 当然我们回到本质上来说 我认为编曲就是 我们就是有目的的去处理每一个分轨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分轨吗 不知道什么是分轨的 可以聊天是说什么是分轨 回到技术面来说 就是现在是在想 怎么样设计每一个分轨 分轨有哪一些成分 那我等一下会帮大家介绍 然后分轨要怎么制作这样子 然后我们讲实际一点点来说 编曲我们可以由两个层面来探讨 就是横向跟纵向 纵向就是我们可以观察这个 目前这个段落或这个音乐 它有什么声音 就是有什么声部 也就等于有什么分轨 再讲一次有什么声音 就等于有什么声部 因为声部比较容易是那种写传统配器法的人会用的词 但其实就是有什么声音 就等于有什么声部 那现代编曲就是有什么分轨 它就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现在 那你也可以想说现在有多满 这是一个维度 这是一个维度 一个思考的维度 OK 好 然后呢 这个 另外一个 它就是横向的 编曲我们可以看 它在每个段落间的怎么样的变化跟演进 就你可以把它想成剧情或是故事 就前面乐器少少的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会听实际的范例 然后这个编曲有了变化之后 就是段落有的变化 一定是有事情发生了 有可能是有可能是有新的声音加入了 所以导致整个剧情有推演 就像你看看那个电影 就是有新的剧情 把新的角色进来 或是有本来的角色被迫去领便当 就是整个剧情有推演 就是导致段落会往前进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原本的声部弹部一样的东西 也会让剧情有推演 比方说这个地方 A段就组歌好了 那我吉他弹分结合弦 T1213212 然后到副歌的时候 就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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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就有两个段落 OK 那你就觉得段落感还不太够的时候 你就要可能贝斯也两个段落做不同 是鼓也做不同 是他的段落就会分得很明显 那就取决于你要的风格 还有你要的目的 你要的结果 去选择你要的配器 OK 那选择配器 我们也有小小的篇幅 会介绍一下 就是有什么选择配器的想法这样 所以编曲就是可以用的声音有哪些 我们怎么运用这些声音 完成我们要的风格 各种目的 风格 张力 剧情推演 等等 OK 这个这两张PowerPoint 如果你能够搞懂的话 你就是可以很能够在卡关的时候 知道自己现在要做什么缺什么 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样在你现在的编曲上面 在多心做什么事情 或少做什么事情 少做什么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常常我们就会觉得 好像后面的段落张力不太够了 那其实是因为你前面太满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听一些歌 就会发现他们的段落 就是因为来自于前面先设计的比较少 后面才会有张力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 现代的编曲的段落演进是非常快的 比方说他一个主歌 他可能编曲里面就有两段 就是四小节 后四小节就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在二三十年前之前的编曲 他们可能会是十六小节都一样 然后下一个段落是十六小节又一样 就是这种感觉 就你可以用电影去思考 就是以前的电影可能二十分钟 剧情才往前推演 才从这个场景到下一个场景 那现在的韩国电影 可能每五分钟就要死掉一个人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那个剧情的张力推演不一样 因为在单位时间里 事件越多就等同于张力越强 所以大概是这个感觉 所以我们也可以运用这个 事件的密度的变化 去改变整个编曲的张力 这个讲的有点多 我们就先来听一下 听一下这个Alan Walker 大家都听得到了 这个前奏就是说钢琴 然后他就弹这个有记忆点的主旋律 就是这个整首歌的伴奏都会有这个 哎呦我第一次弹不是C调 可以弹那么准 吓死我了 就是这个 我们复习的影片的时候 这个公司是可以让我们不要 就是把我们广告夺走 然后不要把声音夺走的状态 就好 等一下再来跟那个 大家解释YouTube上面的版权 会是怎么样把那个夺走 如果这个我们主题讲完的话 问答时间再来讲这个 哎 混音效果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就是难处 好 我现在刚好同学提问 我们就要回到这个 就是 就先跳到这一张好了 就是编曲的演进来说 就是从 organic就是有机的这个编法 最就是原始的编法 原始的编法是什么 原始就是乐器演奏 加上录音这个东西 大概流行了 或者说主宰了人类的编曲 大概快一百年吧 那这一种organic的做法呢 大概一直在2000年之前 都还是最主流的做法 就是当时的这个MIDI的编曲 因为就是 因为可能就是 美感跟他的这个这个效能 都还不够 所以他只能弄出那种 小时候你们听那种 你哥半唱带 有没有那种 或是你们去看早期综音节目 孔鏘老师那种 电子琴伴奏感 就是早期的MIDI的极限 就是做到那样子 所以 所以他还不足以能够 威胁到 就是传统的这种 我们用演奏录下来的编曲的做法 当然不是说 现在完全不做这样的事情 是现在有一部分还是做这样 这种事情还是难的 他有一定的门槛 也 人家不用他 也是因为他有一定的门槛 这我们可以再把它详细来讲 然后就在这个2000年初开始 可能慢慢慢慢 随着电脑摩尔定律 就是一年速度变两倍快 一直这样持续了十几年 一年速度变两倍快 就是二的平方 就速度变两倍快 所以所有的工具都一直在 太旧换新 太旧换新 大概到2015年附近的时候 应该是很多编曲家 是可以不用在任何的录音 就可以做完一个 可以上架的作品 大部分的编曲家 应该是要可以做到这样 但是 也不能这样讲 有点武断 就是当然有录音会更好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预算的时候 是可以用当时在2015年到现在的这种音源 就可以听起来 真的乐器也不会到这么假 然后是人可以接受的那个状态 然后有些乐风 就甚至完全不需要录音 像我们刚刚听那个 没有一个声音是 是录音 就是这个世界可以产生的声音 然后我们再去录起来 它全部都是震荡器 就是合成器发出来的声音 震荡出发出来的声音 就是人造出来的声音 它刚刚那首歌 几乎全部都除了人声之外 全部都是人造出来的声音 所以 人 现在的编曲就是从传统的 写谱 分谱 演奏 录音这件事情 一直一直在这20年到现在 走向 走向就是电子 就处理 用电脑就可以处理 然后大部分的编曲 还是属于hybrid 就是混合 有一两鬼 重要的声音 是有录音 增加那种人的人位 就是人的 有时候不准 或者是 有时候音没有那么协调 在这个频率里面 然后有时候 比较重 有时候比较轻 有时候敢拍 就是这个是 这种不确定性 以随机性 是人 人位的来源 那 MIDI有时候我们在调整 也会刻意去制造 这个不确定性 但是 现在就是 的编曲 喜欢流行编曲 你去看 比较 比较多流量 他们还是主要是混合 就是你听得出来 有哪些是 用电脑做的 然后有哪一些是 真实乐器去录音的 大概就是混在一起 是居多 像刚刚那首是 纯电子的 也是部分比较少 就是它的比率 站在流行歌比率 也是比较少 除非它就是要走 EDM路线 就是比较 比较电子的 它才会用全部 都是数位的声音 然后 就是因为 我们从乐器演奏 转向数 就是 声音设计 为核心 OK 演奏 有一个特性 就是 弹得越好 编得越好 所以你看得到 就是这个时期 出来的编曲家 基本上都是 某一个乐器演奏 到一定的水准 然后他就可以 把他的编曲 提升到一个水准 然后他也会找 演奏比较好的 比方说吉他手 鼓手什么 去录他的编曲 之后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整体的编曲 听起来就很好 就像 我在做光影琴 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虽然编曲都是写我 但是 但是我不觉得 那个编曲是 该是 只有写我 因为 我只有写谱跟 记录 我要哪里 要哪里的构想 比方说这里要对点 然后 这里要 我可能在谱上面写 炸开 然后什么 鼓开靶 就是写好各种 笔记 然后我就进录音室 然后就跟鼓手说 就是这几地方 满足我 然后其他 你有什么想法丢 然后我们就可以 其实这个就不算是 我一个人编曲 就是他的才华 介入了整个编曲 鼓手 背诗手 都是这样子 就是当时我也 只会比较 organic的编曲 就是弹吉他 以及写谱 以及跟乐手沟通 录音这样 那就是 那这十年 随着 就是我的工作的需求 等等 我就开始学这些 数位的工具 跟这种各种 跳脱以往的这种 编曲的风格 然后也学会了 用不同角度去思考 那因为传统 这种organic的方式 他通常听起来 会比较乐团 就是比较局限 在某一个 感觉上面 那你也可以反过来 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我要听起来 很像某一个年代 或是很像某一个风格的时候 你就要用他那种方法去做 才会很容易就到位 这种味道就到了 这种感觉 好 就是随着从organic 一直到声音设计 这一个方面 就变成编曲家 编曲老师 也要学会放那些声音设计 就是 这个不是音效 不是说我要过场 然后弹一个 然后弹一个这个 珍珍 如果要弹这个珍珍 应该是要用orchestra hit 就是你们听得到那个 大部分综艺节目用的那种 好 这个才是真正过场用的 我要回到刚刚这个钢琴 又让你们学到一招 orchestra hit 好 刚刚我是用这个声音 就是 Q-Bass内建 Q-Bass内建 Q-Bass内建的这个钢琴其中一个声音 就是melod钢琴 就是比较软的钢琴 但我跟你说你们常会听到那种烂烂的声音啊 比方说 那种多烂的声音 不觉得很有feel吗 如果他这个前奏是这种调调 是有一种feel 对不对 他这个就是专门制造那种旧唱片啊 或是各种奇奇怪怪的噪音 刚刚这个是 那个 黑胶唱片模组 然后他有很多preset 反正他就是用这种 还真是蛮strange的噢 这个就是很像那种任天堂的声音 他就是制造这种声音的 这个东西已经 他不能算是混音的声音设计 他属于编曲的声音设计 你不知道你就用不出那声音 用不出那声音 你就听起来不酷 或者是说听起来 没有 没有某一种 不够潮 或是某一种你要的感觉 所以这个就是 当代编曲家的第一个困境就是 有很多知识 是来自于混音 跟整个制作大局观上面 你要学会的东西 你才有办法把这个编曲做好 好 然后 这个当然是比较 这是付费软体 然后我可以找 类似免费软体做 比方给你们看 就是像 我如果只是要他破掉 我可以用这个真空管模拟 就可以让他有一点点破破的声音 然后就会 沙沙的 沙沙的 然后 或是我可以用 这个chord pad 大神 在一起 你怎么会用的是 我希望可以用来 我可以用一个 还有所有的照片 就你也可以不要这么破 你可以mix50,20,30 它是不是就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当代编曲家第一个困境 就是很多声音设计的知识 并不来自于你对于这个乐器的理解 是来自于混音里面声音的设计的部分 这是第一个 我们可能要扩张出去学才有办法做个事情 然后就是我们在学习编曲的时候 就是以前可能只要理解乐器跟知识 就像我大概11年前的我 就是那个organic的编法 就是写谱跟寻找乐手同伴一起编曲 这样子的时候 我要做的就是提升我的乐理能力 提升我对于乐器的品位的能力 比方说我听了很多贝斯手 很厉害贝斯手的专辑 我听了很多很厉害鼓手的专辑 我就有办法跟他们沟通 然后我知道鼓手的很多招 比方说 比方说 比方说他们过门可以有什么选择 我就可以跟他们沟通 但是这十年开始你要知道工具有哪些 像你们今天原来这个真空管破音 我这一辈子都不知道它是可以用在钢琴 我也是常常有这种 原来这个东西就是用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说我现在用了破了之后 然后我再加一个深不可测的reverb 然后我甚至只要弹单音 它就听起来很有feu 然后我再加一个深不可测的 它就是马上就有一种感觉 就是如果你加了酷的reverb的话 适当的reverb 我觉得刚刚那个还不够 不够我想要的开阔感 这个有啊 更有了一点 老师老师 too much too much 那这个东西 就是你在编曲端 就要先做了 因为不然你会刚刚的弹 弹刚刚那个内容会很像笨蛋 对不对 就一点feu都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你必须要知道 哪些声音设计的工具 因为现在就连乐器演奏上我们都要上一些声音的设计 让它让它更新潮或是更有独特性 我们不再只是用更难的chord 比方 就是更复杂的structure去增加独特性 像我有一段时间就不断的研究 还可以再出什么怪扣在这个流行歌里面 就是只要我找到新的core走法 我就开心半天这样子 但是走到声音设计的时代 就是你用声音设计就可以增加些许的独特性 这一轨增加一点独特性 那一轨增加一点独特性 你整个编曲就不会被一些 就是对被一些人开记者会说 而你这个编曲根本就是抄别人的东西 就是应该是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大家可以理解我 刚刚讲的这一段虽然是离开我的powerpoint主轴 但是是因为同学提问 我觉得很重要 跟大家分享我的真心想法 OKOK 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想要随便回答 就可以说对那就是混音 但是可能没有帮助像我整个讲一下 当代混音 当代编曲者另外一个困境 就是要学会混音 为什么还学会混音 除了声音设计外 你有时候教档案 你的案组不管是制作人 还是一般商业客户 他直接比的是已经咪好加上妈好的那一种成品 然后就跟你说老师我觉得你这样没什么力 听起来好像闷闷的 他现在什么那么小声 就他讲的这些点都不是你的工作的本质 你知道吗 他讲这一点就是混音mastering 所以就你必须要会做一些些让他能够 虽然在烂烂的这个playback的machine 像是手机啊什么 听起来好像是在同一个音量上 同一个的时候你才会过关 这就是当代编曲家另外一个困境 就是客户往往拿妈好的东西 跟你做AB test 然后你就会想吐血 然后还好我一半的这个生涯都在进行教育工作 所以各种学生我都我有相对有一些耐性 在现在这个年纪 但我早期就会很不耐烦 就会说哎你用什么听 你懂什么那种心理这样 我当然没有 我们是受过受过这个 受过良好的这个熏陶 良好的业界的熏陶 所以我们当然不会直接讲 我们会说心里就觉得哎 又在问这种外行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好的 你还是可能还是要把他说 我跟他说他这是命运过妈过 然后你可以试给他看 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 你就可以突破这个困境 所以就有点麻烦了 这个事情又不能又要分开学 就是在课程上你又不能把它放在一起 就是如果说这个课又教混音又教编曲 你会觉得很杂乱 就是而且会有一半的学生不满意 就说哎你怎么一直在讲EQ怎么调啊 你怎么没跟我讲和谐啊 我是来学编曲啊 它在应用上是一起的 但是你课程又得要分开 所以又要解释半天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你必须要学 必须要学 然后知道多一点工具 像我是不太会弹钢琴 但我会用这样的工具 我可以实验出更多 超过我自身能力的东西 可以编出更多的东西 好那我们要继续往我的主轴往下讲 好编曲的方式的演技就原生态 原生态是怎么样 就是用声音去cue段落 你应该还是有这个 有看过爵士乐手 就是solo玩用眼神看一看 然后下一段 就回到主旋律 这个就是原生态的cue法 你知道就是爵士乐的诞生 就是在这种原生态 以及有乐谱的这个混合的状况下诞生了 所以爵士乐手都很有原生态的这种能力 大家不然就是鼓手solo solo 大家又回来对不对 就是有这种 有这种情况 就是用声音cue就是原生态 没有乐谱 大家已经熟知这一段加那一段 只是需要有band leader 或是有同伴去cue段落不一样 OK 然后再来进入大乐谱时代 就是不会看谱的就会被边缘化 就是在工作上 因为慢慢就从00年 上世纪00年到上世纪 就是这世纪初这100年 就是很仰赖这个乐谱 所以人家会说 你当创作歌手不一定要 很乐理或很看谱 做创作的人 但是如果你是要做职业乐手 老师就会拿谱 叫你开始练士谱 因为这个是行业的核心 如果你是做职业乐手 你不会看谱 你可能应付不了 有300首歌准备的这种 像是这种酒吧的场 或是一次要表演40首歌 你不可能记起来的演唱会的场 所以就是这样子 但是随着这个时代演进 这个制作 我刚跳过了 就是乐手进入这个唱片圈 制作也是看谱录音 就是编曲老师 当时的大概80年代到90年代出 70年代到90年代出 或50年代到90年代出 台湾的编曲老师 都是写谱的人 都是写总谱的人 就是编曲老师 那么只要写好 写好谱 写分谱 然后就是叫大家在进入音师 把他的谱演奏出来 就是有点像我十几年前那种做法 只是我没有写到这么详细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更多沟通的管道 不用把所有事情写在谱上面 OK 然后直到这个90年代出 电脑稍微有一点点用了 就是声音 你可以听得到90年代出 有一些电子声音进入流行音乐 比方说马丹娜 比方说Michael Jackson 就是有一些电子的声音 但是主流还是这个录音 特别是吉他的声音 因为那个是当时最主流的声音 电吉他的声音 好 这个历史的部分我们就不讲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到现在就是各种声音 就是我们来听一首老歌 一小段 2009年少女时代的剧 就已经是 没有任何一个 乐器演奏的声音的歌 2009年 全部就跟Alan Walker一样 都是合成器的声音 这些都是合成器啊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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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员 三四种合成器的声音 5 9 100 20 100 20 1 3 4 2 1 2 2 3 4 4 OK 大家如果当时有逛街 应该就是一直会听到这首歌 然后就 反正大家都很熟 我们就不把它听完 只是要证明说 就是从那个时候 可能上个十年 算上个十年吗 总之就是2007年 Sorry Sorry 开始 你就可以听得到 有那种 完全没有 乐器完全没有录音 就只有录音vocal的这种production 而且获得极大的商业的成功 就当时我就应该知道 时代在变了 就算了 不要再聊这个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 我还是在这个 专研文的乐器演奏 以及各种音乐道理 各种怪扣 各种怪扣的这个情况 不过就 也就是因为我有那些经历 所以我可以做出 可能比较 有我自己风格 或感觉的东西 就在这几年 特别是 不管是编曲 还是录吉他 我都会觉得 有比较多自己的感觉 那有自己的感觉 不就等于 这件事只有你能做 的时候 你就比较容易有 别人找你的价值 尤其是在现代 现代不需要大量复制 在80年代 90年代 因为唱片 红的歌手 一年要发四张 三张 四张专辑 那个量是要非常大 所以是你只要能复制成功的东西 就可以 但是你会发现到 这个十年是 能够做出独特的东西 他会被特定的艺人 加入团队 或是 有点像把他booking下来 就是专门服务他 这样 能够提供特定 就特特 很有特色的东西 所以他整个市场需求 也在改变 然后变成 这些歌手也需要 出的量也没有这么大 但他要很确定 这个东西是很酷的 然后很 很符合他的需求 所以大概是 这又是题外话 不过我们就 又可以拉回来 就是从大概2000 0708年就可以听到 那种流行歌 有完全没有任何录音 当然这个之前 很多那种比较分支一点 小的分支的事情 或者是 嘻哈可能就也没有录音 但是我们是讲说 这个大主流上的音乐来说 是明显之到 2005之后开始 有一点变化 然后这十年 就是一直一直 只是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分轨越做越多 然后修整 混音的音色设计 越来越细的状态 那我举个例子就是 厉害上礼拜 前两个礼拜出的新歌 然后我非常喜欢 然后我们就可以听一下 他这个 一些想法 OK OK 听一下厉害 这个鼓很明显 就是808那种电鼓 然后就是有那个 一个电子琴的声音 叫他 然后有一个复古的合成器 也不能说复古 因为这个声音刚少女时代有用 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 lead的声音 好 你们有兴趣可以听完 然后我要讲的是 他现在 这种production都会做的 很无法live 就是他每一鬼声音设计 都已经有点不像是人可以弹 就算他是人录进去 他也会挂一些声音设计 让他比较无法用现场去重制 然后经过 大概有五年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很烦恼说 那我现场难道就只能唱program吗 就是像放卡拉这样子 就是人加进去就很怪啊 人加进去就味道就跑掉了 就不像 不像我本来production那种酷酷的 人机混合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你会看得到 这两三年有一个趋势是 他们出完专辑群目 马上会出一个live的版本 就像他这个 他这个其实应该就是 前面都已经计算好 要这样做 然后他们就已经找好场地 然后都拍好了 专辑发行 隔一个礼拜左右吧 他的live版本就出来 就是比较多 乐器演奏的乐器 然后部分program的这种版本就出来 就看一下 就是真的贝斯 然后骨痛也是真的骨痛这样 就这样做的 C-C-C-C C-C-C C-C-C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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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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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